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睇我们的直播环节 会和大家讲一下煤炭股方面的情况 先介绍嘉宾来自研究部的分析员 谭哲乐在旁边 安娜你好 正太你好 早晨 我们先看看染煤方面的表现 Pino 1171 职口股价向好 升超过2% 暴露白红衣 先给大家看看业绩表现 染煤公布截至6月上半年业绩 销售收入有309.33亿人民币 按年增长超过2.2% 毛利方面要跌接近1.2% 去到43.37亿元 顺利方面我们在营光幕上也看到 有5.87亿人民币 相比起去年同期来说 是虚成20亿有多 每股收入有12分 就不会派中期息 安娜 不如先看看染煤方面 1088中的神华都公布了业绩 我们先跟进染煤方面的情况 这次来说算是赚钱 因为上半年 即去年同期 差不多是超过20亿 他们的生产原煤 或者商品煤等等 其实都有个上升的情况 他们也说资本开支会减少 跟1088一样 但是股价方面好像做好些 暂时升超过2% 不如同我们分享一下 业绩方面的重点大家有什么要留意 以煤来看到他们的业绩表现 真的算是不错的 都成功有窥转型 主要原因是 去年他们出现一个 比较严重的亏损情况 始终说部分的煤矿 有些投资公困值 有个严重的亏损在这里 但你见到今年来说 亏损情况有所改善 这方面都始终说 整个煤炭行业 始终说现时仍属于比较差 比较坏的时期 不过随着煤炭加价下跌的幅度 逐步减少这些相关的 煤炭矿业的亏损等等 都见到有个改善的迹象 所以你说因此 见到因为这些 投资公困值的变动 令到它们的亏损情况有所收窄 但你说论回今次业绩上 整体的表现 始终见到今年年初至今都是 那个煤炭价格仍然是走弱 所以你说实际上 煤炭销售那一部分 业务很难有个很大 有个很理想的表现 亦都见到今年年初至今 你说好像其他的发电业务等等 都很难成为它们的其中一个焦点 但你说为何业绩之后 可能有个不错的升幅在这里 第一你说在燃煤上面 其实你留意在这些煤炭消息上面 都说到未来来说 它们会有机会减产 当然你说会减产的话 会令到它们未来来说 整体业务的增长 会有个减慢的迹象 但要留意整个煤炭行业 其实你说库存是属于一个高企的状况 如果它们能够减产 可以令到产能过剩的问题略为舒缓 亦都有利舒缓它们的负存压力在这里 所以你说这方面 除了可以舒缓这个因素之外 如果你说的负存问题 亦都有所改善 我相信对煤炭价格来说 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帮助 所以短期来说 市场现阶段就冲进阵 煤炭价格是有机会出现反弹的 再加上它们减产 可以令到资本开支减少 对于它们的现金流的表现 都能够造成正面的帮助在这里 所以这些消息 我相信对于股价来说 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但是值得留意就是 除了基本因素之外 近期来说 大家都常常提及到 护港通这些因素上 烟煤A股的差价 说的是A股的价钱 真是比H股贵得非常多 所以这个因素 可能会成为短期后市来说 推高股价的其中一个原因 所以后市来说 烟煤的股价 未必须看得太过之差 好啊 另外一时 108白兰都公布了业绩 反而这个绩口就要下跌了 现在就回到超过2% 报22.75 他都公布了业绩 我们给大家看看大数的情况 OK 我们都知道了 就是中国神华 公布6个月子的上半年业绩 经营收入方面有1291.97亿人民币 按年微跌近1% 0.4%跌了 顺利方面倒退一成 去到227.75亿元 每股的盈利1.145元 就不会派中息息 都看到了 大数方面227.75亿 好啊 先和大家跟进一下 就是神华方面的业绩内容 都看到 其实它有四项的业务表现 当中来说就很个别发展 好像煤炭方面的分布经营利润 就跌了两成三 去到161.64亿 反而其他就好像 发电、运输和煤化工分布的利润 就有个增长 分别增长两成 一成四和三成半 很个别的 很个别的 先问一下 最主要这份业绩 那个就是经营目标 进行了一个调整 我说的是 它们会降低经营成本 开支等等 亦都是会 我说的 出产量方面 亦都是有个调整 当中的细节又是什么呢 亦都看到煤炭价格 仍然都没有什么起色 当然的 你说的 在现阶段来说 煤炭价格仍然是弱的 但是之前都提及到 整个煤炭行业的协会 都要求了一些龙头 好像中国神华这些公司 需要去减产 去舒缓供应过程的问题 神华都落实了 你说都见到 它们将营业目标都减少了10% 相信未来来说 它们的确会减产 但是你说减产这方面的因素 带动到煤炭的价格回升 对于神华来说 其实的帮助 未必说真的非常之大 因为整个行业当中 因为由于 经常都提及到 神华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就是它们的规模较大 控制成本相对比较好 它们在经济规模效益之下 是有一个大的帮助在 但是就会留意 这次来说 行业要它们去减产 对于神华来说 压力可能会大了一点 因为以往来说 虽然它们都随着 煤炭价格疲弱 但它们能够以一个 薄利多消的情况 去抵消相关的因素 但未来来来说 它们又要减产 这个煤炭价格仍然是比较弱 这方面的因素 对神华来说 造成的压力 就可能会相对大了一点 当然你说 跟燕州煤一样 都是受一个利好的因素 就是在这份业绩上面 都看到未来来来说 它们的资本开支 未来有机会舒缓 不过你说 其实资本压力上面 神华的资本压力 真的相对比较轻微 再加上之前提及到的 燕州煤受惠 AX股差价的问题 反过来说 中国神华 其实在AX股的问题上 相对地仍然会有 比较大的压力在 因为你见到A股 现在的价格和H股 相比上来来说 仍然折扬了 差不多一成多多 所以你说 今次的业绩出来了 中国神华 短期来说 股价的压力 就会相对比较大 过往那份业绩 你看到它们的发电业务 运输业务 或者新兴的一些煤化工业务 表现得非常之好 但是这个因素 很难再刺激股价 再进一步上升 反而可能在担心 就是整个煤炭行业 虽然煤炭价格有所反弹 但是未来的销量 有机会有急速挡回的迹象 这方面是令市场比较担心的 所以看股价走势表现上面 现阶段 你看到股价走势 就相对比较差一点 比较关键的支持位置 50天线 22.5这些位置 所以我觉得可以留意 22.5这些位置先 如果跌穿22.5这些位置 从个势头看回 担心股价 会再有深一点的调整 试回20.5这些位置 都不奇怪 所以我觉得这些位置 有货的投资者 最重要是做后果风料管理 将指示价收回22.5 不跌穿22.5 我觉得可以考虑 等股价升到24元 或者26元 这些位置 再看市况 再考虑在什么位置 做出利润 明白 好 好像煤炭方面的业务 就做得比较差一点 尤其是看到煤炭的销售量方面 出口量就好像做得比较顺利润 比较在13年的上半年来说 就跌了超过三成那么多 进口量方面都跌两成半 留意这一点 好 最后我们都和大家跟进 就是煤炭股最新的表现 好 刚刚提到的1088 暂时跌近2%到22.8 染煤方面升超过2% 6.8.3 中煤能源跌3先步4.7 行顶实业跌1先步9.3 谢谢 这节节目时间就差不多了 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解答大家的股票问题 千万不要走开 电话二线204-6566 稍后再谈